報告常會 我們非常謝謝 大陸工作會房主任 對於參加論壇的 《協庭》跟《陳我》 所做的一個報告 非常詳細 剛才胡副主席也特別誇獎 我們非常肯定 這個主任的這份報告 以及非常感謝 胡副主席這一場的辛勞 以及他剛才在跟我們做的 一個補充的說明 事實上這個 兩岸關係的互信 的一個基礎是非常重要的 長期以來 我們兩岸的穩定跟和平發展 始終是本黨為臺灣人民 考量的一個重要的一個目標 我們執政的時候是這樣 我們不執政的時候意圖如此 而我們要知道增進互信 事實上 重要的是要誠信 要誠信 所以我們兩岸一定要開墾不公 才能夠繼續累積我們的互信基礎 這是兩岸和平穩定 不可或缺的一個重要的元素 台北是這樣 北京也應該是這樣 那今天執政的民進黨 我們希望他們趕快真的回到 中華民國憲法的一個內涵上來 就跟蔡英文蔡總統在舊式演講當中的承諾 我們希望他不要言行不一 否則必定會造成社會的動盪 跟兩岸的不安 兩岸關係的和平穩定開展 當然也不能夠照進 我們要按部就班 一步一步的往前邁進 像最近這兩天 媒體上的一些相關報導 有時候導致令我們覺得非常的費解 都是沒有經過授權的一些事情 希望我們以後不要再有這種事情發生 以免以額傳額 增進大家彼此的一個不安 給影響兩岸之間互信的一個基礎 我覺得都是不是好的一件事情 我非常再次的感謝 黃主任以及胡副主席這堂的辛勞 以及他們所做的一些功課 這種黃主任的報告 跟胡副主席跟他們對岸 一些領導階層的會面 所表達的意見 非常的感謝 我們再次熱烈的掌聲來謝謝他們 謝謝